一人黑人陈建州 之前卷入了性骚风波之后 相当的低调 沉寂一阵子 今天他终于在私人的脸书发文 那文章的主角就是亲妹妹Vicky 那陈建州透露私人脸书 他po出了妹妹Vicky 坐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 祈祷祝福一切平安 我们一起耐心等待 根据了解 目前贴文已经删除 事实上陈建州 在五月的时候 曾经发文透露 妹妹因为肺功能有状况 当时已经住院24天 终于可以回家 那黑人还背着妹妹爬楼梯 展现兄妹情深的一面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